每次掉落又每次瘋狂 每次掉落又每次瘋狂 別玩啦 壞了啦 再來過啦 都不知道要做多少次 HELLO 大家好 我是唐玲 她是狀傲 歡迎收看我們的DIY大作戰 等一下 為甚麼是我們啊 你都沒粉弄 我上次說我入了豪門 我真的入了豪門 其實我是把一道很平凡的門 翻身變成一道豪宅的門 一邊我就用了一種啡色的索色 另一邊就用了一種 像藍 飛藍 為甚麼我喜歡藍色 不知道是藍還是綠 講起這個顏色這個背景 我想說我本來是在外景拍片的 就是你好人不開工 你一開工旁邊就突然有個地盤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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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好啦我都是搬進室內那裡拍 好 講回正題 上次弄了一道門 其實影片一開出不久 你就已經看到啡色那邊 是有一條銀色的線在 到最後我就問你們 究竟這條銀色線我是怎樣弄上去的呢 我曾經是有一刻幻想過自己可以弄到到門這樣 你看看 那些線很鎮 然後每條線的闊度都是一模一樣的 有些還可以轉彎 但你看我手工 不要這樣了 我想試試自己剪 這個手工照片我就一定可以做到 小朋友也做到 但我有隻狀傲 如果它一挖 那便會掉 那掉了 我就又要再貼線 每次掉 我又每次貼線 每次掉 我又每次貼線 別玩了 還有 我這道門又散又磨又索射又油油 搞了差不多整個月 我最後貼一條膠紙上去 會不會真的太膩了 如果是這樣 我不如一開始就print這張圖 直接貼上門算 早說呢 我剛才也說了 這道門其實已經弄了整個月 即是說 房間已經整個月都沒得關門了 到這一刻 我真的想快點可以有這道門用 所以我會用最快的時間 最底的價錢 最不用技巧的方法 整條銀線上去 所以我就決定用 街頭噴漆 說真的 我最開始就想不到噴漆這件事 我只想買罐銀色油油就可以了 看看價錢 其實一罐銀色油 你當一粒 都要二百多元 最便宜都要一百多元 但其實我是畫一條線 我為什麼要有一粒銀色油呢 我又不是在做太空倉門 所以到了最後 我就決定用小小枝的街頭噴漆 二三十元就已經有一枝了 如果你不在香港的話 不如我們一起看看 世界各地的價錢 如果你真的賺的話 記得去買汽車用品的地方看看 它們有可能會買得便宜 好 現在就開工 不過噴漆我真的沒試過用 如果噴了上去 我現在到門那裡很壞 那怎麼辦呢 其實我之前 都是用索色去翻新那一道門 那裡是一道儲物房門 如果有什麼事 我都大不了就油了 所以 我一於用它來做實驗品 至於條線放在哪個位置 我現在一早就想好了 當這個是門 就由這個位置直到底 是不是很簡約呢 當然啦 難道轉彎嗎 我弄到才行 好 既然這麼簡單 那開工吧 聽音樂就知道亨鬆了 我現在就在標準 要噴那條油的闊度 等一下 什麼噴那條油 是那條線 然後我就好勇地貼一條膠紙上去 油了油的門上面 不過這些是油漆膠紙 就不會黏掉油的 然後我再補多兩條皺紙 這樣油就不會那麼容易漏出去 我覺得 或者 可能應該 是啊 咦 又說選銀色的 為什麼是灰色來的 其實它是底漆來的 上任何油之前 都要先上底漆 就好像人家化妝 都要先上底粉 這樣才可以又耐又漂亮的 現在就真的噴銀色油 無論底漆還是這隻色 我都是噴了三層的 為什麼我用一用噴漆 有在塗一些 不知道gel 還是膠水的東西 其實它是繁納水來的 我上次弄到門的時候 都有用到它 我還叫它包書膠 因為它就好像包書膠一樣 又可以保護 又可以防水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 就記得去看上一集 搞定了 先看看 嘩 漏油 掉膠 油噴上去 搞什麼 這個故事教訓我 越是想得一些簡單 那樣東西就越不簡單 你們都看到 我這次犯了三個錯誤 第一個錯誤 其實我是應該想到的 一道門 這樣 貼一條膠紙上去 其實無論如何 它中間是有一條膠 那些油是會這樣滲上去 那怎麼辦呢 其實我是解釋不到的 終於我都是上網看看 有人就教 你只需要用原先的油在膠位抹一次 這樣就會封一條膠 而且就算滲到色 也是滲同一隻色 就會不覺得 然後就可以很安心地上來上去的色 你看 這條膠紙真的很鎖 第二個錯誤 我親愛的爆鼠膠 即是那些泛納水 原來是不想的 OK 那不用了 第三個錯誤 環保嘛 省紙嘛 不要鋪那麼多紙啦 但是我用這一隻 是噴漆 即是它是噴霧來的 幫我噴 噢 隨風飄蕩 那便上去 好 不用耍 做實驗是這樣的 不是做來做什麼 好 第二個實驗 開始 糟了啦 再來過啦 都不知道要做多少次 我就聽她說 塗上我原本的顏色 如果你們做的時候 都記得配合適的顏色 唉 你看我荒死不夠 不斷塗塗了很多 看看我便如何出事 接著又來過 底漆 銀色油 爆雪膠呢 唉 不了 好 又看看怎樣 銀色油真的沒有漏油 不過剛才也說了 有東西是會出事的 我放大給你看看 其實是很細瑕疵 不過有幾十疊這些東西 不懂英文都要說 I cannot see it 再弄過啦你 其實我總共是弄了5次 不過時間關係 我只是幫我成功這一次 來 看看看看 頂部我弄了一個尖竿 雖然好像不是很平衡 但也算是有點設計 好 又再貼皂紙 試了幾次之後 我就知道 那條邊你想封到的話 其實輕輕來抹下去就可以了 程序照舊 底漆 之後當然是我們的主角 銀色油 在噴完最後一層之後 其實數30秒 就可以撕走紙 因為如果你被油 停在紙上太久 也有可能滲了油 看我會笑就知道什麼事了 你們看看 真是沒有漏油 沒有漏索色 這次實驗成功 真的挺漂亮的 只需要一支 二十多三十元的街頭噴漆 已經可以令你有尊貴 豪華 還有 文青的感覺 你們以前是不是跟我一樣都覺得 街頭噴漆 應該在街頭那裡很YO的用 現在你知道了 其實在家裡你也可以很YO的用 還沒有辦法 我知道現在有很多人住的房子 都是很舊的 但沒有理由 每樣東西都去換了它 買個新的 如果有些東西 翻新一下就可以 那就應該要試一下吧 你有空去看看自己家的門教 是不是好像我這個 又髒又多手織 我本身就是打算拆它來洗 用Baking Soda 加醋 又或者用可樂 但全部這些方法 又煲又浸 又刮 又刮 又再煲 其實這些煲已經玩完了 然後我想 我會不會有一罐銀色噴漆 所以我決定大概做乾淨它之後 就Biss Biss 你看看新的一樣 是不是很方便呢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你們記得留言給我一個like 還有subscribe 和share給你的朋友 按一下小鈴 一有新片 你們就會知道 下一集我們不如升班 我們由街頭噴漆 一跳跳到鋪地毡 是鋪地毡 我自己鋪地毡 想知道是怎樣 留意下一集 我要怎麼知道 我拍下 一段影片 還有一段影片